大家好 我是透视中国首席研究员Dawn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十四解读话题是 美国被子挑衅逼习近平攻台 金融大佬称中美在战争边缘 这个话题会分成四部分讲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透视中国的支持 感谢在影片下面留言支持的朋友 那些喜欢我们节目还没有关注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和按影片右上角的小铃铛打开提醒功能 看完节目后请点赞转发和留言支持我们 长期关注透视中国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们对中共的内政习近平面临的政治风险 以及跟中国有关的地缘政治的大方向的判断是准确的 并且不断得到了印证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此人达里奥4月26号 在Linking的上面发表一篇文章 谈及对中美两国处于战争边缘的担心 而中国正在国际中扮演和平死者拉拢各国 以及中国内部的环境 并提出改善中美关系来避免战争的建议 众所周知 达里奥是中共将其视为好朋友的华尔街建制派 亲中的熊猫派 虽然这篇文章中达里奥的一些观点是亲共的立场 但是以他近40年来在中国的经历 以及他跟中共官员的杰诸 他的观察却是准确的 他观察到中国内部的情况和中共领导人的想法 以及西方建制派的政治议程跟我们透视中国的观察 几乎是一致的 只是我们的基点和立场不一样 它是亲共的 而我们是透视中国刚好相反 我们是通过评估中共的邪恶本性和意识形态 对世界秩序的危害 对中共的政策和政治动向做出风险评估 给我们的客户 政府机构 专业学者 投资者提供参考的意见 达里奥的这篇文章很长 在这里我只能讲出他的一些主要的观点 达里奥文章的第一个观点是 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处于战争的边缘 因为双方都冒着非常接近对方红线的风险来极限施压 那么在未来18个月内的政治 可能会导致出现更激进的极限政策 从而发生双方都不想出现的制裁战或者是军事战争 达里奥指出美国不团结的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虽然美国两党和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反华 但他们无法就反华的程度和方式达成一致 美国和台湾从现在到2024年大选的选举周期的政治时间表 可能会导致美国采取更多极端的反华极限政策 达里奥认为在接下来的18个月内 会有许多红线会被极限政策打破 这些红线就包括台湾独立中共军机和军舰 测试先前特定的红线 中共与俄罗斯的交往 经济制裁 控制和切断基本技术和矿产 以及其他类型的分歧 达里奥还强调 几乎所有跟他交谈过的政策制定者都害怕战争 他们也认识到 无论是经济脱钩还是军事对抗 这都将是灾难性的 同时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极限 因此达里奥认为 更大的挑衅很可能是来自于美国 而中国在未来三年并不想打仗 预计中国将会非常克制 达里奥还说 中国方面多次对他说 他们认为一些美国人正在试图将他们引入 他们想要避免的战争陷阱 达里奥形容 中美发生战争的危机就像 两个巨人在悬崖边缘6英寸处互相搏斗 并威胁要拉扯对方 那样和其他人也会转入这场危险的战斗 那么对于达里奥的观察 我们透视中国在分析中国间谍气球事件的节目中 已经指出了 拜登政府和主流媒体是有点小题大做 在宣传上将事件描述为入侵美国 甚至跟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 对美国的威胁相提并论 这样拜登政府未来加强美台之间的关系 像帮助乌克兰一样 帮助民主的台湾对付专制的中国 就不会被人指责他想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实我们早在2022年初分析牛亚洲贝类控 以及在分析习近平的中共二十大工作报告 我们就分析出习近平在现阶段 是设法避免升级外部的冲突 中共现阶段的优先事项并非是武力攻打台湾 而是更倾向于用非武力的手段来统一台湾 那么美国可能也观察到了这一点 所以就不断去踩中共的红线 刺激习近平 让他在台湾问题上进退两难 那么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他在2022年9月在外交杂志上就发表过一篇近八千字的文章 对习近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蔡霞在结论中说 削弱习近平的唯一可行的方式是 在战争中屈辱的失败 蔡霞在这篇文章中几乎是没有批评中共 而是有点回味江泽民时代的开明 达里奥文章的第二个观点是 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是越来越相信 美国正在衰落 深受国内问题的困扰 因此美国不再能够充分主导世界秩序 世界正在走向大混乱时期 达里奥还说 人们有一种强烈的信念 击世界迫切需要更强大的多边领导力 系统和机构 而中国非常可能在帮助提供这些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达里奥认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远离跟中国的冲突 并希望一切造就 因为现在一切造就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那么通过跟美国和中国以外的国家领导人的交谈 中国人正在提供一种替代美国的方法 他还说一些国家认为 当美国人试图将他们转入战争 尤其是俄乌战争的时候 中国人正在试图促进和平 例如沙特跟伊朗的协议 乌克兰和平之路的提议 达里奥还指出 美国曾经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但是现在美国的毒品 枪击暴力 社会的冲突 基础设施的崩溃 政治功能的思调 金融恶化等问题 已不再是这些领导人 希望自己的国家变成那样的地方了 因此 所有这些力量 都在导致世界秩序发生变化 美国似乎在后退 中国似乎在填补空白 两国正处于战争的边缘 我们透视中国早在2021年的中国展望中 就已经指出 在拜登哈里斯政府的领导下 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将下降 我们还指出 拜登哈里斯政府和精英 还将通过政府行动 宣传和运动 努力推进其激进的左派议程 但将面临来自自由派 自由主义者 保守派 和传统势力的反击 在此还想要强调一下 人们批评美国共产主义的左倾政策 并不是什么仇美 仇西方反对民主 恰恰是希望美国变回那个吸引人的 美利坚合众国和三巅之城 而不是现在拜登政府推行左倾政策之下 社会严重分裂 重罪轻罪化 无罪化 将吸毒性乱合法化的美国 前美国总统川普也多次表示过 绝不允许美国变成社会主义 那么不久前川普也表示 如果他2024年当选总统 就会着力去清除深层政府 全球主义者和共产党员 因为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 和最大的威胁 我们揭露西方的共产主义 就是要提醒人们 打击中共的同时 也要提防西方的共产主义势力 防止他们借机发动世界大战来实行专制 建立更加专制的世界大政府 达里奥文章的第三个观点是 看似是指出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之下 更加独裁专制 其实暗中是在说 中共的专制比西方的民主 更能应对地缘政治的冲突和战争 有些反共的媒体和评论员认为 达里奥这是在批评中共 我们认为这是未免有点牵强和一厢情愿的 达里奥在文章中 其实是在为习近平的更加专制 涂脂抹粉 他说 习近平是在为即将到来的百年风暴做准备 因为在战争时期 即使是民主国家 也会变得更加的专制 世界变得更加威权主义 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 而达里奥在前面的观点中说 美国更有可能挑起战争 并因为美国的领导力下降 而导致当今世界秩序的动荡 那就因为着 习近平的更加专制 是为了应对美国未来18个月内 可能挑起的战争 而中国在三年内并不想打仗 反而努力维持多边主义和促成和平 不过达里奥在文章中也确实指出了 中国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 例如 中国现在是一个高度管控的环境 是一个反精英主义和支持无产阶级的环境 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越来越多 有严重的失业问题 经济需要增长5%才能创造15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现在的经济更像是一个指令的经济 虽然达里奥指出了中国存在的问题 然而这些本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问题 这些批评对中共来说是不痛不痒的 接着达里奥说 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是视而不见 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政府还是鼓励民营企业家 达里奥还说 中共领导人非常重视科技 担心输掉科技战 而且习近平新的领导班子说了 中国投资者希望听到的有关开放 和世界和平使者所有该做的事 他们甚至继续做着正确的事情 例如达里奥和桥水基金 跟中国的监管机构的往来就非常顺利 大家想想 达里奥这样说 他哪像是在批评中共啊 更像是在给中共打广告 他说中共重视科技 会继续对外开放 想要和平而不想要战争 鼓励外资去投资中国的科技 这不都是那些想投资中国的西方资本家 想要的吗 达里奥还解释了 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 为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开脱 例如达里奥说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 更加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 那是希望创造更多的平等的机会和结果 而美国更加资本主义 这导致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机会 以及更大了财富和收入的差距 这样在达里奥的眼中 中共的共产主义 似乎比美国的资本主义就更加公平了 达里奥在文章的最后 给美国提出了五点的建议 来缓和中美关系和避免战争 达里奥第一点建议是 劝美国跟即将访美的中国高层决策者 进行良好的会晤 达里奥的文章发表之后 最近拜登政府似乎正在想跟中国进行再接触 第二点建议是 派美国参议员或代表团访问中国 达里奥说 一个非常资深的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问他 如果美国正要能去台湾 为什么他们不能去北京呢 如果有一个参议员的代表团访问中国 对于那些想要和平的人将是一个好的兆头 否则将是一个坏的兆头 第三点建议是 建立非常清晰的红线 和清晰的沟通管道 以应对最坏的情况 第四点建议是 让美国总统拜登 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APEC会议上 接待习近平 第五点建议是 各方要明确表示和平 比战争好 首要任务就是 降低发生最严重战争的可能性的方法 要达成一致 最好的方法是首先尝试寻找某种合作方式 例如应对气候的变化 达里奥在文章中 似乎很担心中美双方的极限政策 在未来18个月内可能会引发台海的战争 那么他的担心有没有道理呢 那么去年第四季度 有股神支撑的巴菲特 购买了价值41亿美元的台积电股票 然而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之后 巴菲特在今年2月将他持有的台积电股票 减值了86.2% 同一时间 另外几家大的国际投资公司 也跟巴菲特一样 大量减值去年购买的台积电股票 巴菲特除了抛售台积电之外 他从去年8月开始 也不断的抛售中国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 比亚迪的股票 已经减值了一半以上 套限超过250亿美元 巴菲特4月12日在东京接受美国媒体CNBC采访时 他再次解释他抛售台积电的主要原因是 台湾存在爆发战争的风险 大家知道 巴菲特是西方金融圈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西方的政界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 他所能获得的情报 必然比一般人更有优势 所以巴菲特对台湾存在的战争风险 并非是空穴来风 他跟达里奥一样 更了解西方建制派的政治议程 达里奥在文章中说 中美的战争风险更大的挑衅很可能来自于美国 而中国在未来三年并不想打仗 台湾的官员也对夸大战争的危机表达了类似的担心 台湾首级经贸谈判代表邓正中 5月初率领了一个代表团跟美国的官员会面 他在5月4号发表的美联社采访中说 我们应该避免任何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情况的花大其词或高谈货论 因为这样会制造洪荒 没必要的洪荒 邓正中的评论正好在中美两国最近紧密为台湾的潜在危机做准备之际发表的 对于台海战争的风险评估 我们在给会员的简报中已经多次做过了分析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订阅成为我们的会员 这样你就可以及时掌握局势的发展动态了 达里奥对中共的看法是西方典型的熊猫派的看法 他们不了解中共邪恶的生存与称霸的特性 被眼前的短期利益和中共的伪装蒙蔽了 像达里奥这样熊猫派 积极向中共磕头和讨好 希望获得利益或者缓和北京的愤怒 这是错误的决定 这正如列宁所说的资本家会向共产党出售吊死他们的绳索 我们同时中国一直在警告西方的企业、投资者和政府 中共从未放弃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 中国不会突然变成一个良性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因为中共为了生存可以做出任何的承诺 也可以做出一些务实的改变 给自己争取喘息的空间 中共目前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极限施压的情况之下 在外交方面是非常务实 在军事野心方面也非常的克制 因为中共目前根本不具备使用硬实力 而不让政权倒台的军事和经济的能力 我们在2023年4月11号的简报中也指出 北京并没有向各国提供真正的多边主义、不结盟和选择权 而是希望将各国纳入由中共领导的反对美国这些盟友的全球统一战线 那些支持中共的多边主义和大民主的国家 在不知不觉中就认同了中共的马列主义世界观 并坚决地纵容了它的统治世界的议程 中共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和平使者 只不过是希望通过和平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好感 将自己树立为好战的美国的替代者 以取得地缘政治上的胜利 如果中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突然改善 国际环境发生变化 对中共大为有利 那么中共就会迅速改变它的和平立场 因为对于马克斯列宁主义的政权来说 为了达到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在主导全球方面 中共没有什么是不敢做的 那么什么样的战略才能打击中共 而又可以避免战争呢 因为中共有称霸全球的野心 如果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对中共绥靖 那么就会养苦为患 最终让中共称霸世界 如果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对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 一味的采取极限政策来免会走向战争 以中共邪恶的特性和中国拥有核武的角度去考虑 中共在极端情况下是堪于牺牲人民来保存政权的 那么其实我们都是中国 在过去几年已经多次向一些政府机构提交过研究报告和建议 我们提出对付中共的战略 不仅要在武力和经济上对中国施压 让中共不敢轻举妄动 更重要的是要针对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邪恶特性进行大力的揭露 让中共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无法再办就是主 因为中美之间在经济上是难以完全脱钩的 不然就会出现大动荡 在军事上如果中美发生战争就很容易是两败俱伤 相比之下 如果美国和西方跟中共打意识形态战 文化战 人权牌 这样既能解体中共 又能避免战争 因为中美之间的冲突 不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 而是中共党文化与普世价值之间的冲突 共产党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之间的冲突 因为东西方文明中都包含着普世价值 中共并不代表中华文明 虽然中共试图将自己跟中国等同起来 但中国和中共政权实际上是两个具有相反价值观的独立的实体 成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一步就是要区分中国和中共 否则就会名不正则言不顺了 最好的例子就是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2019年10月的公开演讲中 明确区分中共不等于中国 中共不能代表14亿的中国人 这就让中共非常紧张 开动了所有的宣传工具来攻击蓬佩奥 如果中共被迫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 或者文明冲突的争论 中共就面临着政权的危机 中共官员和民众可能就通过关于意识形态或文明冲突的争论 会更加了解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 在区分价值体系的时候 中共是处于一个巨大的劣势的 因为它不能不类 中共在捍卫它的国家掠夺资本主义模式 和精英独裁统治的同时 还必须要为早已是民生扫地的共产主义辩护 如果中共强烈的主张马克思利益主义 那么就会引起民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的洪荒 加速资本的外流和经济的恶化 如果中共不捍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那么就可能会失去长期以来的统治合法性 也就是说 美国必须要了解中共如何看待意识形态 及文明的冲突 才能制定有效的中国战略 因为根据马克思利益主义的意识形态 中共的最终目标就是称霸世界 只要中共掌权 即使是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获得最高权利 他们也不会进行削弱党及其权威的改革 所以习近平只是中共专制的症状 而不是一个异常的现象 那些反习不反中共的中国战略 只能是自表而不能自本 反而会让中共政权有机会继续他的邪恶的议识 达里奥所说的国际形势 一方面中美冲突逼近战争 另一方面中共趁机扮演和平死者 试图主导世界秩序 这正是美国的中国战略 没有真正达到中共死穴造成的 其实我们投资中国在2020年初 给川普政府的评估人员 介绍我们对付中共的战略和建议之后 评估人员给予了我们很高的评价 他们说找我们这样的团队已经很久了 不过大家也要知道 共产主义对西方的渗透是非常厉害的 尤其现在西方的建制派非常倾向于威权主义 我们提出的针对中共的意识形态战 并不符合威权主义者的口味 因为他们想实现的政治议程 就充满了共产主义的涉产 他们只是想如何利用派系斗争 拉习近平上台 那么最近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在5月17号发布的 328页开创性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 其中就引用我们投资中国 在2020年4月发布的特别报告 以及其他的分析就有30处 不过西方的主流媒体 对这份报告似乎也是视而不见 其实追究中共掩盖新冠病毒起源 造成全球大流行 以及揭露疫情造成中国人的大量死亡 都是可以有力打击中共 而让中共难以反击的 之前我在节目中已经解释过 严格追究新冠病毒起源 也会涉及美国的疾控中心和福西通过 生态健康联盟资助武汉实验室的问题 因此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3月20号签署的 2023年新冠病毒起源法案 也只是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解密跟武汉有关的信息 美国国会只要一份将责任100% 归居于中国的报告 对于这些美国内部的问题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今年2月在介绍他的新书 《永不让步!为我所爱的美国而战》中也提出 美国联邦政府的拉台机器很难运转 他还提到了深层政府的问题 以及他在国务院遇到重重的主力 那么下半年的局势走向如何呢 中共可不可以利用世界的动荡 和美国国内的问题达到东升西降的战略目的呢 我将在6月底7月初举办一场年终的演讲 分析下半年的走势 请大家留意演讲的预告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要更及时的了解局势的发展动态 那就请成为我们透视中国的会员 关注透视中国 你会先知先觉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